猪脚黑白鲁你爱哪一味 很多人爱吃猪脚 喜欢猪皮那QQ的口感 炖到入味的瘦肉跟浓浓的卤汁香气 其实所谓的卤猪脚 也有分成酱卤跟白鲁 风味各有千秋 像这家台北的人气猪脚老店 卖的就是典型的酱卤猪脚 每到用餐时间就大排长龙 看看台前一字排开的猪脚 猪皮卤到油亮 轻轻一切 皮肉瞬间分离 光是想要点哪个部位 就让人伤透脑筋了 哼 我可是研究过的 中腿肉质丰厚 充满了胶脂 脚蹄带筋最有咬劲 俗称四点筋的中段 则是肥瘦合移 不管是哪个部位 都有西中的拥护者啦 酱卤猪脚中还有一款万鸾猪脚 也是名文拳台 现在想吃道地的万鸾猪脚 可不用跑到屏东咯 这家来自温哥华的新餐厅 其实大有来头 第一代老板鲁金南 是万鸾猪脚发明人 一己师的义子 穿成了万鸾猪脚最原始的配方 就是我们是用猪脚的前脚去做 然后呢会先烧过 烧过以后再汆烫 然后再去刮 然后刮干净以后呢 冰净以后 然后卤之前会搓几个洞 因为这样卤起来会比较入味 这样子 用有师傅的传统的配方去做的 那其他的猪脚店 有可能就跟着时代改变不一样 万能猪脚口感呢 是属于Q嫩的 那在南部就是吃得比较 有咬近一点 可是在北部的人 他们喜欢吃软一点 所以在卤制的时候 我们会卤久一点 比南部再卤久一点 让它比较软一点 看到这油亮的表皮 实在是太有人了 一般吃卤猪脚都是热腾腾上桌 只有万鸾猪脚是放冷了才好吃 沾上特制的蒜蓉酱 更能大幅提升猪脚的风味 南部可能口感比较稍微硬一点 那这边的口感是非常有弹性 然后肥的部分也是肥而不腻这样 看完香喷喷的酱卤猪脚 再来我们就欣赏那只用清汤跟中药炖煮的白卤猪脚 这款猪脚做起来很费功 光是去腥这个动作 就要花上三天时间 烟乳猪脚是由一般的浆瘾来掩饰它 但是白颜色的猪脚 就没有办法掩饰它 因为它必须要非常大股 非常小心 烟好的猪脚经过汆烫油炸 再加入大量的中药材 最特别的是老板是用瓦罐来卤猪脚 他说瓦罐比较保温 用文火慢慢蹲煮 才能够让猪脚完全入味 而且肉嫩皮Q 最令我惊讶的是 这里的白卤猪脚 虽然用了大量的中药 但是汤头却没有任何苦味 入口清爽又甘甜 冷嗖嗖的冬天 你也赶快来一碗吧